台日友好 接下来日本首相菅义伟这席话 可能又会让北京气得跳脚 菅义伟在进行国会党主席执询时 罕见直接称呼台湾为国家 而在最新一场日本与澳洲举行的 外长防长2加2会谈时 向来友台的安倍晋三胞弟岸信夫 再次强调日澳应该联手维持 东海和南海等亚太印太区域和平 岸信夫所说的单方指的就是中国大陆 而在这次会后 日澳双方更首次将确保台海 维持稳定和平写进联合声明中 日本不断释放出友台讯号 美国也在赠送疫苗后 暗示先前搁置的TIFA台美贸易协定 有望复谈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最快可能在美国时间6月10号 与我国经济部经贸谈判代表邓振中展开对话 谈的很可能就是搁置已久的TIFA 而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进行上任后首度出访 前往英国为周四G7领袖峰会准备 拜登向驻守英国基地的美军级眷属们喊话 宣告美国重回世界舞台 除了打算要捐5亿剂疫苗 对抗大陆疫苗外交 也要对即将展开的美俄峰会 向总统普清嗆瞎 TVBS新闻综合报道